李部長 李部長 財政部李部長 還有主機長 還有石主機長 大家辛苦了 我想已經中午在吃便當 主委跟部長 主機長 我想我們在宴會 在幾次的委員會都有做很多的溝通 那我再次的請求 我想四年五千億的特別預算 以及七年到今年 我都會支持 為什麼 因為金門 馬總統已經去金門五次的 在短短一年 他去到金門五次 我也覺得只有總統 馬總統對金門的感受 他很深刻 我想總統準備好了 劉院長其實也準備好了 那幾次跟吳院長的溝通 我覺得他也準備好了 那金建會主委 蔡主委 李部長跟石主機長 我請求也拜託你們 金門長期他是被目視的 所以總統在8月24號 他很清楚的告訴金建會 早期的一些建設 我想被目視 所以他的建設其實都零零落落的 他是片段式的建設 他希望有一個宏觀的總體的建設計畫 所以金建會也在一年內 6月2號已經核定了 金門馬祖的中長期的規劃 那我希望在財政部 在主技處 在金建會 我們現在金門長期被目視 我希望98年度看不到預算 99年度我覺得可以補救 趕快做補救 所以我想各部會啊 我都希望 長期以來對金門 他實際上是陌生的 了解金門 總統武士氣他其實談到很清楚 金門未來在扮演兩岸的一個關鍵角色啊 我想他是和解之門 合作之門 甚至是和平之門 就像這一年多 我們看到台灣的民族發展 以及經濟利益的價值 事實上我們是產生很大的衝擊 但是是不是可以利用金門 早期五十年前 金門有一個戰爭叫823 古臨頭戰役 那是戰爭的第一線 也只是一顆金門扮演一顆棋子 但是五十年後 我想兩岸有突破性的發展 也希望金門扮演一顆和平的火棋 所以我想主管財政主計希望在各部會提出很多預算的時候 請你們來支持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那我們盡力配合 盡力配合 好 那請李部長跟始祖記長 蔡主委 我想所有的政策方向 應該都要有一些法令做遺跡 那金門有一個叫離島建設條例 離島建設條例 那離島建設的業務啊 我想他從內政部 九十年從內政部 到九三年到經建會 九八年的二月份啊 又要回到內政部 等到五月整三來 九八年的十月份 又要回到經建會 我想從這樣的轉折啊 早上我在問那個江部長 他以前在研考會 如果是如此的情形 是不是在管考的工作 他其實是有落實的 那主委 離島建設條例 他是從八十九年到九十九年 已經十年了 三百億的預算 我想這個過程啊 您在當副主委的時候 您應該很清楚了解 那現在 已經要回到經建會 你該怎麼做 這樣有關這個 剛剛這個陳委員指教了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 新的規劃案已經院通過了 那麼最近 吳院長他也很關心說 要經建會的同事啊 再到地方去 再做生日的去訪談 然後我們這個回來以後啊 有關相關的業務 就再重新對現在執行中 或者是未來一兩年要執行的項目 要重新再檢討 那麼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執行中的 一定要切實讓他怎麼落實 有預算的 或者是現在已經計畫的 各部會已經在演迷的那部分 竟是讓他落實 主委我想說 您應該很想做 因為總統準備好 院長準備好 我希望主委也準備好 然後我們列館的各部會也準備好 總統他很清楚 金門未來的發展方向 國際觀光休閒島 要有國際級的港口 要有國際級的休閒觀光的一些設施 經濟購物免稅島 我想財政部很清楚 就是連關稅 免關稅 讓他產生高檔商品的誘因 金門離台灣很遠 離大陸很近 在兩岸的發展啊 事實上 我們其實是有誘因的 我們是有競爭力的 但是大膽的給金門機會 第三個是養生醫療健康島 長期金門沒有發展 所以在生態各方面的保護 它是很寧靜的 那我們當然會做一些完整的區塊 養生醫療健康島 我想這三個主軸啊 在任何的建設計畫裡面啊 我想都要附帶進去 好那請那個交通部 農委會 交通部農委會兩位副首長 教育部 教育部 我們請 請市長 經濟部 經濟部部長 大家好 我想談了很多 談了很多 上面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各業館幕僚啊 我希望 重新正視金門 如果沒有去到金門的啊 最近安排一個行程 安排一個行程 再了解金門 金門它真的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在兩岸的發展 它一定可以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 但是 長期它被目視啊 很多的一些預算 很多的一些策略啊 它其實是有盲點的 我幾個簡單的例子 金門現在鄉親一度電是三塊錢 但是 我們政府要負擔十塊錢的成本 它是叫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台電 它每一年要虧補十五億 所以在 我想在內政部 雲建署在做城鄉先風帽 一定要節能減碳 它是一個節能島 在經濟部在發展太陽能光電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先思考金門 因為它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它是一個雙贏的策略 所以經濟部 我想水 我們現在水要跟大陸接水 但是金門有沒有失手說要節水的測試呢 這些都要去思考 政府在做公共建設的時候 大的方向主軸一定要有 它是一個橫向跟縱向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98年度 其實我用同理心來支持你們 不管你們的特別預算 不管你們的公部門預算 我全部都支持 但我希望 你們在看金門這塊島的時候 它絕對不是一個負債 它絕對是台灣的資產 好不好 所以我先簡列了 經濟部今年有三百多億在特別預算裡面 金門我希望在兩星期 你提供一個到底你這三百零四億為金門 你希望做什麼 農委會有一百三十億 有一百三十億 兩個星期你也提個報告 這一百三十億裡面 對金門的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設計畫 教育部有兩百七十七億 兩星期也提供一個明細說 你為金門做了什麼 下個會期我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那現在你就準備 提委會有十二億 我也希望提委會這十二億 也看為金門做什麼 交通部有八百四十六億 我想這邊我特別要感謝交通部 這一年交通部特別關心金門 所以確實有看到東西 其他各部會我希望 秉持著總統的態度 給金門機會 謝謝 謝謝 謝謝陳福海委員